这个是马来西亚 嗨,各位好,我是吴卡兹 欢迎收看新闻报报看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警队改革 警察一直以来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身为前线人员有染疫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会常常遇到一些比病毒更可怕的东西 刁民 是的,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 其实这位女士不需要解释那么多的 因为她直接说她是OK 我相信也没有人会反驳她 不过在整部影片里面 其实我最欣赏的还是这位警察的冷静 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好警察 而我也相信大部分的警察都是好人 只不过人多有枯枝 难免的我们还是会有害群之马 有一些黑警真的是知法犯法的 例如这几位偷走了我的心 不是,是最近这个警局的拘留所里面 也爆发了一些负面风波 我们来听听看青年党的赛莎迪是如何说的吧 Justice for Ghanapati Ghanapati was brutally beaten up by a rubber horse after being in police custody for 12 days Remember this name Kugan Anandan, 2009 Sugunar Chaladuri, 2013 Karunaniti, 2013 Darmandran Nariyazami, 2013 Balamurugan Supiah, 2017 And this year, Ghanapati Police brutality is a serious issue If it can happen to them It can happen to anyone of us 是的各位,真的非常糟糕 令人心痛和愤怒 Sai Sadi居然用TikTok Come on青年党,做好一下榜样好不好 不要玩抖音了好吗 近期一名40岁男子 Karunabati在拘留期间疑似遭到警方殴打 而送院及切除腿部 最终在4月18号不治身亡 Karunabati家属的律师卡纳斯 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 医生昨天向家属汇报验尸结果 获知Karunabati死于脚部受重伤 警方随后表示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表明 他是在拘留期间被人打的 唯一的可能性就只剩下 他是在拘留前就已经有这些伤口了 对吧 这也就导致了 黄明志每次进监狱之前 一定要拍个脱衣服的影片 来证明自己身上没有伤口 你防止自己出来之后 会被人家栽账说 你进来之前就有了 但是你仔细想想 你就会发现破绽 因为黄明志每次都没有拍到 他自己的私密部位 所以如果有人真的要弄他的话 就知道要弄哪里 但老实讲 即便你三连全录拍了 Upload OnlyFans 也不太有用 为什么 像是安华当年入狱的时候 记者拍到他的脸是没有伤口的 可是出来的时候 却是顶着黑眼圈出来的 警方当初的报告 就直接说 安华很有可能是自己打自己造成的 各位怎么可能 聪明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原因吧 这里是马来西亚 怎么可能 马来领袖怎么可能要cosplay熊猫呢 熊猫是华人的动物 他不怕给选民骂吗 对不对 所以不太可能了 所以到底是谁伤呢 这就成为了到底是谁偷IC以外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千古谜题 而根据Edit的报告就指出 在2010到2016年期间 总共有110起居留所死亡的案例 但是其中的80起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时候调查的 尽管我们的刑事程序法已经表明 我们一定要对这些死亡案件进行强制性的调查 但我们就偏布 人权组织CRM也指出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居留所的死亡数目 是远远大于媒体和公众报道的数量的 追根究底 原因是因为这些嫌疑犯 他们大部分是没有亲密的家人 或者是办理的 所以没有人把他们的死亡当做一回事 自然也不会有所谓的要求警方 去调查的这种动力 所以结论是什么很重要 那就是一定要交男女朋友 OK 不然不然你死掉都没有人在乎 Indians are overly represented in custodial deaths Even though they may be found guilty However they deserve to be treated humanly 像是塞莎迪刚刚讲的 这个居留所死亡的事件 其实也不小心牵扯到了种族的议题 人权律师Eric Paulson 就指出 从比例而言 印度人的居留所死亡概率是最高的 从数据看也是如此 7个百分比的印度人人口 却占了居留所死亡的23.4个百分比 接近三倍左右的超额 那在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 不是说在居留所里面 死亡就一定是有人动手脚 也有可能是自然原因 例如心脏病 肺结核 哮喘等等 但是不可能一个种族的身体 会比另外一个种族的身体 就绝对的 不不能够适应这些居留所的生活 对不对 导致三倍的超额比例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强制要求去调查的原因之一 不过我说真的 如果真的要从种族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华人应该比较适应不了 叫你manager出来 我这个床那么那么硬的 早上你给的牛奶 是不是low fat的 我纳税的 我平时我帮OKU的OK 也因为上述这些情况 就让朝野的政党 呼吁应该要成立一个负责监督警察的独立警队投诉行为不检委员会 IPCMP 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调查机构 来核实一些状况 然后对这些涉事的警察进行处分 例如直接诉讼或者是罚款 减薪降级 格职等等的处罚 这各位也没有听错我刚刚讲的是朝野 因为第一个提出这个建议的实际上是来自巫统的第五任首相 阿杜拉巴达威 他在2005年与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了IPCMC的提议 但是很可惜 直至今日就被人民给遗忘了 我说我说的是阿杜拉巴达威 为什么没有成功实施 他的传记里面就写到 因为他意识到警方的强烈的反抗 最终就因为这个阻力而无法进展 胎死腹中 就像他的政治生涯一样 直到2018年西蒙上台之后 他们就提成了IPCMC的法案 然后也经过了国会的一读 当时候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 却突然宣布 因为他要多研究一下 所以这个恶毒需要展延到下一个国会的会期 曾经担任这个律师公会主席 以及竞选盟的发起人阿美加 当时候就抨击西蒙讲说 你不可以再拖了 你怎么能够去展延这个法案的恶毒 这个法案很重要 他认为民众已经给西蒙足够多的时间 西蒙不要再拖了 结果真的给他乌鸦嘴讲中 因为还没有开到那一个国会会期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慕尤丁就夺权成功 西蒙就垮台了 IPCMC也因为这样子的展延 而最终错失了落实的良机 换而言之 西蒙就是在身体力行 给所有拖延症患者上一堂非常宝贵的课 做人不要拖拖拉拉 除非你在抹地板 那交代完了IPCMC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在2020年年末 我们刚上任的慕尤丁政府 他就提出了自己版本的警察行为委员会法案 IPCC IPCC和刚才提到的IPCMC有什么不同呢 有 名字少一个英文字 对不对 少一个了 就代表他被阉割了 没有错 各位 因为他少了所谓的惩治权 之前的IPCMC 他拥有的是纪律处分权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对这些犯错的警察 直接罚他们 但是IPCC只能调查 却不能够处分 要处分的话 你必须把这个调查结果 交给警队委员会来处罚 如果警队选择不处罚 那你还是什么都不能够做的 因此他就遭受到了多个人权组织 来抨击例如 Sohakam或者Swaram等等 那叮叮这样就不对咯 我觉得该打的时候就要打 就像现在的教育制度这样咯 老师也是这样啊 被帮收帮交 不可以打孩子 不可以打不可以打 你看 你看现在的零零后 玩抖音 连赛斯阿迪都玩抖音啊 但是各位 我们回过头来 不要忘记我们一开始提了这个要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居毒所死亡的问题 而在新版的IPCC里面 有一个被人权组织疯狂抨击的问题 那就是现在委员会如果要进去居毒所里面调查 他需要先给事先的通知 就像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样 他跟猎人在捕猎前都会开枪淋湿的 对不对 没有错 但是这件事情跟刚才不一样 这件事情我是支持的 OK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先给一点征兆的 OK 不然我每次父母开门进来 我都来不及穿裤子了 所以我支持 但是除此之外 这个新法案 它其实也是更加保护警方的权益的 例如以前我们是不能够委任担任过警方要职人员的 这些人来加入到委员会里面 但是现在总警长跟警方的指挥官 也能够加入IPCC 警方如果遇到一些自己想要供出 这个自己的同伴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行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可以拒绝回答 也可以以国家机密的这个原因 来拒绝公布一些重要的文件 这样子就会变成警察对警察自己的监督 所以他的独立性就常常会被人诟病 但也有可能这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像是吴坚道一样 警方他跟黑社会 或者是有一些卧底是有联系的话 那么如果他去联络他们 而因此被认为是黑警的话 你是答还是不答 你回答的话 很有可能会暴露这些线人 或者是卧底的身份 你不回答的话 那很有可能你就会被 被当成黑警去抓 所以这个时候才需要一些 懂警方内部的人 例如总警长等人 来加入这个委员会 来核实你不回答是不是有你的原因 但是我们来想想 我们又怎么样能够确定这些所谓的豁免条款 不会遭到滥用变成黑警们的免死金牌呢 对不起啊 我还给你吵 不好意思 巧了 我也是警察 哈哈 不要动 我也是警察 我也是警察来的 OK 那个也是我的警察brother来的 不要问我太多问题 机密不可以讲 不可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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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是的各位 所有警察都不能回答 因为都有机密 I don't know 讲到这里 你就会觉得 这件事情非常的复杂 对吧 也正因为这件事情的复杂性 所以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专家 加入到里面来讨论 但问题是 IPCMC的律师公会主席就表明 IPCC并没有直接和他们去协商 就取代掉他们 并且他也指出该法案 没有去跟这些民间社会的组织 去进行协商 以及对我们的国家管理和反贪局 去进行咨询 而他认为现有的法案的 这个IPCC的做法 很有可能是会让公众 对其独立性丧失信心的 这就来到了 我们最后想要表达的一点 那就是民众对于警方的信任 是很重要的 因为以往我们有太多这些贪污 或者是黑警勾结 脂肪不当 乃至我们刚才讲的 居留所死亡的案例 非常严重 而导致人民对我们的警方 渐渐的产生不好的印象 这对于那些想要好好执行任务 辛苦保护民众的好警察而言 是非常不公平的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会是 哪怕你有的时候在做对的事情 但人民不信任你 也会觉得你是在做坏事 就像最近发生的案例 警方要严厉执行SOP的条款 也会被人民狂骂 说警方在恋财 警方不尽人情等等 为什么 因为人民不信任你 就像我的前女友一样 我只是出锅诡一次 不知道吗 她到现在就不让我去夜店了 哎呦有病什么 哼 你这样写真的好 这样观众会不爽我的 不要把我的秘密爆出来了 所以到最后警方应该怎么样重新培养民众的信任 是唱Rap吗 是的各位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所有政府机构都觉得唱Rap就是可以跟年轻人接近的方式 但老实讲唱的比王小婷好太多了 但是当然不够 因为实际上调查委员会的出现就是一个能够恢复警民信任的关键 但我也明白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复杂性在哪里 我们不让警方加入 有可能就会让他成为警方执行任务 以及一些秘密行动的绊脚石 但是如果我们让警方加入了 这个调查委员会又会显得非常的不中立 所以应该怎么样 在这里我强烈建议让警方加入 但不是总警长 而是一群大家更信任更喜欢的警察 没错就是他们 是的各位 让他们加入调查委员会好不好 我保证我一定乖乖听他们讲 他们不管讲什么我都相信 OK 不要讲没有什么拘留所死亡的案件 即便他们讲这个世界上没有死亡这件事情 我都会相信 真的怎么样 这次的解决方法算是比较现实的 你看比较容易执行 也应该是大家的心声 没有错 像看来我们治理国家能力越来越进步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就帮我们按一个赞吧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也大概讲到尾程了 喜欢的话不妨订阅我们 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警察改革以及居留所 最近死亡的风波 好的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对不起 我不会回答你 对不起 我是警察 对不起 我是警察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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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